2013年的春节本该是一片欢乐祥和的氛围 可谓于湖南省龙回县木瓜山村 有一户姓廖的人家却整日忧心忡忡 这段时间以来廖家的老房子接二连三的发生诡异怪事 家里人为此心惊胆战 整日关紧门窗生怕下一秒就命丧于此 村中人不信邪来廖家串门 竟看到廖家人就连吃饭的时候都带着头盔 原本对方还想好好嘲笑他们一番 可下一秒廖家发生的怪事 让邻居吓得直接躲进了他家的床底 那么廖家老宅究竟遇到了怎样离奇的怪事 这诡异事件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 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接着往下看 廖家发生的离奇怪事 还得从2013年春节前的一个月说起 这天廖家的小儿子廖立光像往常一样 前往地里干农货 没想到自家的农货才干到一半 母亲就给自己打来了电话 电话中母亲的声音显得十分慌张 只见她颤抖着声音 催促着儿子赶快回家 廖立光也没多想 赶忙骑上摩托回到了家中 到了家只见母亲惊魂未定 就连自己回来也没有注意的 廖立光上前询问母亲 母亲刘美凤表示 自己原本在厨房忙活 突然间灶台上的一排腊肉掉了下来 一开始她也没有多想 以为是灶台边的温度太高 将绳子给烤化了 于是她将一排腊肉一个个捡起 随后又重新挂了上去 可没想到诡异的事情竟然发生了 自己只是去外面去了个柴火的过 这一排腊肉竟然齐刷刷的又掉了下来 刘美凤不信心 转头又拿来纵叶将他们穿在一起 随后挂钉子的时候 还刻意折弯了钉子 没想到腊肉竟然再次诡异的掉了下来 甚至腊肉掉下来的位置 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他们不是直直的掉在地下 而是掉在了几米开外的门口 再一看绳子竟然有被割断的痕迹 听完这话的廖立光也不淡定了 可她前前后后看了一圈 也没有见什么奇怪的痕迹 原本以为只是巧合 可没想到第二天 家中的怪事又出现了 当时刘美凤正在厨房做饭 突然厨房的顶上砸下来 无数的石块和木头 还是在院中的廖立光眼疾手快 赶忙将母亲从厨房拽了出来 而密集如雨的石块木块 将厨房的锅碗条盆都砸出了洞 甚至连窗户都砸了个稀烂 可诡异的是 周围却连个人的影子都没有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恶作剧的话 这玩笑未免也开得太大了吧 这晚廖立光辗转反侧睡不着 第二天她就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 商讨昨天发生的怪事 可没想到正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时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湖南一户人家老宅中贫发怪事 诡异二楼竟多次凭空出现凶器 这究竟是何人所为 此时屋顶上传来诡异声响 石块木块连同破鞋等物品倾斜而下 廖立光下意识和家人跑了出去 几人围着房子看了一大圈 却依然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这让廖家人感到十分奇怪 他们怀疑是有人在屋后的山上搞恶作剧 可那天下里山上都是泥泥 如果有人的话一定会留下痕迹 可他们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 接下来的几天 廖家的老屋中不断有飞石杂下 这让廖家人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是有人刻意报复 那这个人实在太有毅力了吧 廖家地处海拔一千米的山上 山上除了他们家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人家 难不成是家中得罪了什么人 廖家自诩和善 平日里都没和别人发生过争吵 自然没有结仇的人 可在十几年前 廖家的大哥却确确实实做过一件错事 当时廖家的大哥与人发生过冲突 只因他和一位有夫之妇搞在了一起 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后来两人的事情带路 女人离开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而廖家大哥也因为这个事情瘫痪在床 可对于这个事情 廖力光却觉得大哥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别人也没有理由再来报复 那还有什么可能呢 正在这时廖力光看到了老屋的二楼 既然这些东西都是从楼上落下 会不会是有人藏在楼上捣鬼的 于是廖力光搬来梯子 来到了这个几乎没有来的二楼杂物间 在这里他果然有了新的发现 这些摆放规律的石块和稻草 肯定不是自家人放的 显然这是有人刻意为之 而这些就是行凶时的作案工具 想到这廖力光赶忙将这些石块扔了出去 没想到之后的几天自己再去看 发现前一天扔出去的石块竟然又放在了那里 就这样一连几天 廖力光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于是他专门蹲守了一天 可这一天下来都没有收获 后半夜他太困了回去休息 第二天石块又出现在楼上 而这次廖力光惊讶地发现 屋顶的一块楼板有撬动的痕迹 可除此之外他仍旧一无所获 就在廖力光还在琢磨怪事的时候 没想到廖家的这番行为却触怒了对方 在接下来的几天 廖家老宅的诡异事件再次升级 而这次的怪事也让廖家人差点丧念 湖南一老宅内怪事频繁 家中人为了保命吃饭也佩戴头盔 鬼事背后是神秘力量 还是有人刻意为之 这天廖家人正在屋里吃饭 突然一块石头猛地砸了下来 而这次的石块好像有目标一样 直直朝着廖家的小侄子砸去 当场就给小侄子砸破了头 之后的几天 对方好像盯上了这个小侄子 每次都对着他攻击 家人担心孩子受伤 只能给他戴上了头盔 这之后廖家的人开始接连遭殃 屋顶的义务不再是盲目地砸下来 而是每次都有目标一样 精准地打击廖家的每一个人 就连廖家的老爷子也不放过 廖老爷子已经八十岁高龄了 本来家中的怪事就让他心神不宁 而这件事更是让他差点下的一病不起 他头户 他戴着那个毛帽子 那个马灯 从上面丢下一个马灯 把他那个头户 那个帽子砸成 砸成那个头户还砸伤 带了一个小小的看 这件事之后廖家人更加害怕 只要在屋子里 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戴着头盔 生怕下次再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掉在脑袋上 见廖家人戴上了头盔 那个神秘的力量竟然改变了策略 有一次廖家老爷子正往门口走 一个锋利的剪刀突然掉了下来 在老爷子的腿上划了一道大口子 这让廖家人越来越害怕 村中对于廖家老宅的怪事也越传越神 甚至说他家得罪了山里的神仙 廖力光反复回想家中发生的怪事 突然有了灵感 望着家后面的山 廖力光怀疑是不是有小动物在作怪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 他在楼上放上了水果零食 还在地上撒上了一圈石灰 没想到第二天去看真的有收获 不仅桌上的吃食全部消失 地上还留下了几个 类似婴儿手掌的印记 廖力光请来了专家分析 最终找出了怪事背后的真凶 原来廖家人不知什么时候 得罪了从此地迁徙的短尾侯 而短尾侯十分有灵性 也比较聪明 出于对廖家人的报复 才制造了这一系列离奇的事件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